有高息保障的招商局商业防托基金 1503 由于疫情关系 上半年曾经对租户减免租金 令上半年可分配收入按年减少超过 两成至7591.8万元人民币 折合每单位0.0771港元 由于基金再上市时 以保证金个年度派息将增加至0.2614元 因此,上半年度派息实际为0.1307元 意味下半年度也会派0.1307元 然而,由于今年是保证派息的最后一年 市场担心明年派息会大幅减少 令股价即时下跌至2.3元水平 之后才反弹上2.4元 现价预期全年可收息约11厘 租金减免指示特殊情况 加上新注入的北京商下今年下半年 开始提供额外收益 则明年需没有派息保证 估计每单位分红不会少于0.2元 现价明年息率仍达8厘半 今年首季由于疫情 部分租户曾经要停业 招商局当局决定在第二季减免租金 合共3640万元人民币 相对于防托基金每单位的可分配收入 减少了超过0.03港元 据了解 这是作为央企的招商局当局一次性对租户的 减免优惠 而此举对小股东今年的实际股息收入 并没有影响 故作出有关决定 然而近期深圳又有疫情 每日三几十宗 令市场忧虑下半年 还会再次减免租金 令股价受压 不过 据了解 下半年再没有宽减的打算 而经过上周末较大规模检测后 深圳今周生活基本上已恢复正常 招商防托现时 在深圳蛇口拥有五座优质商下 包括四座写字楼 及一座大型商场 疫情对商场会有较大影响 但今周仍照常营业 今年中招商防托完成收购 北京国贸区分布于五座 写字楼的多个商业单位 于今年三月底出租率为66.4% 每月租金886万元 持有该批物业公司去年 盈利约5451万元 今次收购市招商防托 进入北京市优质商下的市场 加上指示 以大约1%的低息融资收购 应可提高今后每单位基金的分红 管理曾称 假设去年已拥有该批物业 招商防托每单位当年可供分配的利润 会提高5.6%至0.1596元人民币 即折合约0.19港元 由于北京商下经过翻身后 预期出租率及租金均可提升 因此 估计明年度招商防托的商下组合 每单位分红不会少于0.2元 由于招商防托将持续有高息回报 股价近期稍微调整后 可趁低收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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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预期责cı 还准备